Hello 大家好 我是Michelle 欢迎回来Golf with Michelle 今天我们要正式进入我们挥肝动作了 那我们之前都在跟大家讲解了 GASP 身体的旋转动作 那今天我们要正式学会 我们上肝跟下肝的动作 可是我们大家都知道 你要学会跑之前一定要先学会走路 那我们今天会用小的动作来开始 当还没开始之前呢 我相信大家已经准备了自己的球肝 然后呢如果去练习场之前 就是我们要有一个T 如果是在练习场的话 应该是买一个Roberty 就是塑胶的 还有当然会买球来练球 那这样子的话 你练球的时候会先比较容易 因为我们现在最重要就是 我们要先挤到球 因为球是不动的 好像我在第一期说的球是不动 所以我们要先学会挤球 所以最重要就是你们要先买一个T 用T来练球 现在呢我是想跟大家讲解一下我们所谓的small swing 我们用small swing来开始 就是会用我们的身体来发力 因为如果上肝稍微长那些呢 我们就会比较容易用手发力 那是我不想要的 我是希望大家可以先用身体来发力 如果我们先用身体来发力的话 我们整个学习过程就会比较顺畅 那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呢 最重要一样 我们还是要好的GASP 就是我们的Grip Stance Posture 那我们的距离 球跟身体的距离也是很重要 我是喜欢用一个拳头跟一个拇指 从左边的大腿来测我们的距离 如果这样子的话 跟握把的距离是一个拳头跟一个拇指的话 那就是正确了 那就是一个很好的setup position 那现在呢 我喜欢就是用一个时钟来测 我们要上肝多少还有下肝多少 那如果我是那个时钟的话呢 这边是8点 这边是4点 那第一个呢 我看到你们看到这个三角形 这个三角形呢 是手腕不动 手肘不动 就两只手伸直 把这个杆子 对到8点 看到吗 所以我的肩膀已经开始的 微微的转动了 微微的转动 那怎么达到这样呢 达到这个 这个部位呢 我要你们用这个握把的尾端 对着你的肚脐 握把握低点 握到肝身 然后把这个肝头 对着8点 就感觉到我们身体肩膀 胸口跟手是一致的 一样 OK 当我们已经达到这个 这个部位的时候呢 好 就是你们现在胸口 就是我们之前所说的 body rotation 胸口往右边转 下盘也会被带动 到这个肝身跟地是平行的 也就是这样 上肝的时候呢 跟肝面是平行 下肝不是push push的话呢 你看我们的右肩 就会稍微的往下了 好像之前说过 从这儿 如果我是要急球 可是如果我没有那个push动作 我直接 胸口转动 你看我的肝面 肝头 是往外面的 它是没办法从这儿来 没办法在轨道上 所以最重要的是我们到这儿 当我们上肝的时候呢 到这个肝面 跟那个肝面跟脊椎平行 肝身跟地平行的时候 我们的右边的手肘 会有稍微的弯一点点 也不说很伸直 可是稍微的弯 然后我们的左边的膝盖 会往下和往里面 稍微的旋转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今天为大家讲解了 我们小动作 也就是我们的small swing 那大家也可以开始去练习场 练球了 我也为大家感到非常紧张 那在下个课程里面呢 我会跟大家讲解 就是稍微的 到我们会到半会干 也就是half swing 那在到half swing之前呢 大家一定要掌握好 我们所谓的small swing 那如果你们喜欢这个视频 请给我一个like 然后如果有什么问题 还是在练习场练球有什么问题 请给我一个留言 还有subscribe 我们在下一期见咯 拜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